我们请部长先谈谈 对 我想住外人员大部分的时间在国外 那么他们的眷属也一起在海外 跟他们的这个另外一半 在工作岗位上奋斗努力 可是在正式的工作以外 他们也面临很多生活上的各种挑战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 令人感到这个很欣慰的成就 那么这个是很多国人 不一定能够了解的一部分 那么外交工作很多是机密性的 不大好 不大方便讲 可是其实有很多让可以大家分享的 平常大家不一定有那个时间 但是我们都鼓励这个工作同仁 还是他们的眷属们 在工作之余 能够把他们的所见所闻 生活的点点滴滴 家庭小孩子教育等等 以及跟外国人在这个各种场域 互动社交 或是这个交一些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形 写下来 那么让我们的这个国人一起来分享 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让国人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看住外人员工作生活 所面临的一些这个成就 跟这个挑战 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些 事实上这篇文章 当初我们新闻师希望我写的时候 我说好好好 其实那时候是从国外 刚刚回来没多久 部长接到 外子接到部长工作的时候 我们忙的这个像陀螺一样 那我想说 借于这个机缘应该 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不要错过 因为稍纵局势就很可惜 那事实上 部里面早就策划了这本书 我们我等于是搭了顺风车 赶上最后一天的 这个报道 那在过去36年的 这个随外子的住外经验里面 在不到一个钟头里面 要把它讲出来 实在是像是一年大概 只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去想 这样子 这直短形状根本不可能 但是我就是尽力而为 就是有个方向 所以所报道的东西 并不是说是全面的 只是局部的 但也希望读者们能够 跟我们分享 我们这个外交人员 住外的这个生活的 生活点滴 心灵上的感受 也希望国人能够给我们 温暖还有很大的支持